大家好,我是饶博士 今天是美东时间2020年7月26号 上午的8点37分 那么今天给大家录一段视频 讲一讲美国能否禁用中国使用Swift的系统 希望大家喜欢 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做个免责声明 本人在YouTube社区发表的所有的资料言论 仅代表个人观点 不过承认任何投资或者法律建议 投资有风险,路市需谨慎 进入投资技巧是综合素质的体现 需要长时间的经验积累 不要相信一夜暴富 好,首先我们看看新闻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 美国官员撬门进入中国修正总领馆处理遗物 一度扬言拒绝观管走人的中国驻修正总领事馆 终于在美国定下的美东时间周五 最后期限降旗观管 随着工作人员将一箱一箱的垃圾杂物搬出使馆以后 已经能去楼空 那么美国的保安人员也是强行进入中国大使馆 这个是非常的难看 那么当然中国也关闭了美国驻成都的使馆 为了政治斗争 为了美国的选举 美国特朗普什么都干得出来 做这种很低级的事情 非常的没有意义 这也说明美中的冲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好我们再看看新浪财经的报道 美国的财政断崖倒计时 企业资金将枯竭 财源潮必尽 随着美国的疫情出现严重的反弹 美国两党一直在就新一论的经济救援方案站置不下 那么困境中的各方也无法得到救助 除了大批失业人口马上面临失去补助 各个企业也走到了悬崖的边缘 还有半个月也就是8月8号 那么针对企业的救援方案将到期 不少小企业将面临资金枯竭 所以美国在这个时候不去救世 不去好好搞经济 还要继续搞政治为了选举 这就是美国的民主选举的悲哀 好我们再看一下欧洲 德国之声 说万亿欧元经济振兴计划 遭欧洲议会的质疑 规模高达1.8万亿欧元的 欧盟疫后经济振兴财政计划 本周一通过称为欧盟历史性的一刻 这个确实是很不容易 整个欧洲能够达成一致 确实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但是欧洲议会如今却传出了大量质疑的声音 有一些议员指出振兴计划必须在保护法治等多个方面与改进才可批准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是因为欧洲 欧盟它是由众多的国家所组成的 有的国家是不错的 像德国 有的国家是很烂的 包括这里说的是波兰 匈牙利 这些东欧的国家 东欧的国家因为以前也是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 也是贪污腐败 那么因为这个原因 它现在还比较反共 反俄 比较有意思 自己都是涉嫌 你看这里写的 涉嫌限制公民基本权利 而且腐败 那就是社会主义国家 经常都是这样的 然后他还老看不起俄罗斯和中国 就是你还说别人 自己也是一样的 对吧 在欧洲也是属于 需要得以改进的这些国家 不过不管怎么说 欧洲如果经济能够振兴的话 对于中国的贸易还是非常好的 对于我们推广迪赛普也是不错的 那经济要复苏才行 没有经济复苏的话 什么都干不成 好 我们再看看这个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 法新社 马来西亚以高盛就以马币案达成和解 金额是1,151亿元 这个马来西亚呢 今天宣布针对华尔街的巨头高盛集团 涉入马来西亚发展公司的这个贪污案 马政府已经以高盛以39亿美元 约薪台币1,150亿元达成和解 这就说明了美国的华尔街亚像高盛集团这种 其实呢深入的就是说跟各个国家的公司都有这种合作 那其中呢也有很多的贪污腐败 所以说美国呢也是为了达成经济利益呢 已经放弃了很多的道德的标准 你看 也不光是马来西亚 各个国家都有高盛的影子 包括中国很多公司 在美国上市也是通过高盛 也是里面有很多肮脏的东西 好 这个英国BBC有报道 这个美国对华核心利益施压或突破中国的底线 那在中美关系经过长期的贸易战 特别是新冠疫情以后急转直下的时候呢 美国在中国声称应用主权的南海施压 出动了被中国专家称为底线的南海核心利益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中美的关系呢进一步恶化 很有可能呢 在南海呢会有热战 也是有可能的 在这个时候呢 要小心 一定要挨过美国大选 否则的话 中国跟美国闹得越厉害呢 越利益特朗普的这个当选 所以他这是一个政治考量 好 这里BBC又报道了哈 这个肺炎疫情 讲的是新冠第三波冲击香港 四个原因一个后果 那香港呢 从7月初开始呢 短短几个礼拜 就超过1000个新冠的肺炎病例 那么被特区政府呢 称为第三波疫情 那原因呢 他主要是说这个第一个呢 是有20万人啊 获得豁免检疫啊 这个是一个大的漏洞 第二个呢 是社区聚餐很多 第三个呢 是政府牵头的在家办公呢 弄得太晚啊 第四个呢 是没有做全民检疫啊 检疫啊 这四个原因呢 导致了香港的疫情呢 在爆发哈 结果呢 就是香港的医疗体系面临崩溃啊 这个也是非常让人担心的地方 因为香港呢 在plus的推广里面 感觉呢 是说比较少的哈 就是香港的plus用户呢 比我们想象的要少很多哈 那看完以后呢 去香港推广呢 也是个很不错的选择哈 但是疫情也很厉害的话呢 也对推广呢 非常的不利啊 希望香港呢 能够尽快的控制住疫情啊 好 那么这篇文章呢 说的是重塑金钱 中国的冷战区块链战略啊 那他这里说的是这个 这篇文章呢 说的是中国的举啊 举动符合其挑战 美国金融霸权的愿望 这项努呢 啊 围绕即将到来的数字货币项目啊 也计数字货币电子支付 DCEP而进行的哈 那么在他这里呢 也提到了这个BSN啊 公共区块链网络哈 他说这个BSN呢 将为争斗中国发展目标的 基于区块链的应用程序的 开发能源提供公寄和托管服务啊 那这里还提到的 他最终呢 将会整合DCEP 也就是说 把可编程的法定货币的效率 带入优先级最高的用力中 也就是说他认为呢 中国呢 搞这个区块链呢 是为了挑战美国的共同大权 然后呢 中国搞的这个公共区块链网络呢 也会整合DCEP 让DCEP呢 在这个网络上运行啊 那这个会不会呢 那我们来拭目以待哈 看看最后什么样一个结果 那这个他这个是这个文章的观点啊 好 我们再看看这个哈 为什么数字货币 和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竞争啊 他就是说这个啊 随着中美紧张关系的加剧 以及在发现冠状病毒的效率低下以后呢 对数字美元的需求增加 那么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中美两国可能希望向其国内的数字版本过渡啊 他说数字美元和数字人民币即将可能到来 而且他们可能会在不同的方面来竞争啊 这个我们都是知道的啊 好 这里写了哈 这个央行将出大招 数字货币爆发 全国沸腾了哈 他这里说的是啊 中国人民银行一贯负责人表示 未来移动支付前景明朗 央行正积极争取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和事件经验 争取早日发行数字货币 好 那么这里说的是央行数字货币稳步推进 测试进入打开C端流量入口的步骤 那么近来呢 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进展受备受市场关注 近期滴滴方面宣布 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以滴滴出行 正式达成战略合作协议 共同探索啊 数字货人民币在智慧出行领域的场景 创新和应用 此外有消息称 央行正计划在美团点评平台上 测试其数字货币 那么这里说的是 央行近期呢 以上述公司开启的测试呢 预示着从2014年就已经开始启动的 数字货币研究呢 正式打开C端流量入口的测试 也就是说 数字货币呢 已经开始在特定的银行 以及应用中小规模范围内流通 那么这也意味着央行的数字货币距离我们真的不远了 这个呢 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的执行院长 教授盘和林 对于证券日报的记者的表示 那么既然已经开始了落地测试 那么数字货币的框架也出具规模 包括数字账户电子钱包等带来的广义账户体系 和银行账户收合的结构也将逐步显示出效果 那么就说明了这个非常快就会出来了 大家耐心等待 已经最后一步了 已经是打开C端的流量入口了 快了快了 好 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呢 是美国真的能切断中国美元支付的通道吗 关于SWIFE的真相 那最近一段时间呢 这个关于美国中断香港 或者全中国的SWIFE的系统 切断这个美元支付通道的文章 大量充斥的中文互联网 那么今天呢 我们来讲一讲三个话题 支付结算的本质是什么 美元支付体系是什么样的 美国能切断中国的美元支付通道吗 从三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 这个支付结算以贸易往来是密不可分的 那么有B要让大家先明白 支付结算的本质是什么 从表面上看呢 这个支付结算呢 就是A把钱给B 但是实际上呢 支付结算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为 它往往代表着某种贸易往来 那B给A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或者AB间存在接待关系 总之是某种经济联系 A和B之间的才有之间的往来 那也就是说贸易往来是因 支付结果是果 了解了这个因果关系呢 大家都应该知道 切断中国的美元支付通道呢 相当于切断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往来 那么这个有可能吗 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中国与世界经济瓜葛之身 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那世界集装箱的吞吞量的排名 前十名的港口呢 有七个在中国 分别是上海港是第一名 深圳港是第三名 宁波州山港是第四 香港是第五 广州是第七 青岛是第八 天津是第十 那每年中国 美国呢 从中国进口数亿万计的廉价的商品 本质上呢 是中国的劳动人民呢 在输血给美国 造就了美国的货币超发 却低通胀的经济奇观 维持了美国中产阶级 和底层社会的体面生活 还有美国这门家在中国的商业利益 想切断中美贸易的往来呢 相当于把群里整天发红包的大金主 剔出群 哪个群友能答应 那么只要美中两国呢 继续保持贸易往来 那么美国跟中国之间 必能会存在的支付结算的 支付结算业务 那么既然存在的支付结算业务 就需要用到某个结算货币 那么在保持贸易往来的情况下 切断美元支付的通道呢 难不成以后中美贸易要由人民币来结算吗 答案还是否定的 因为这相当于把美元的地位浪位给人民币 那显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所以大家知道这个支付结算和贸易的关系 好 那么有人会问说 如果美国决心终端贸易往来 能否关闭中国使用美国的结算通道 我们谈谈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是美元支付结算体系 叫做Swift Swift呢 它的英文呢 叫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s 它是指国际金融电讯协会 总部是在比利时 是国际银行同业的国际合作组织 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它是属于协会 并非是政府组织 它提供了通讯系统 而非网络上误传的结算系统 那么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 我们可以把Swift呢 当做是专门给银行用的QQ 每个银行家都有自己的QQ号 也就是Swift的编码 银行呢 在QQ上沟通交易信息 比如说A通过Swift呢 会告诉B 会转多了钱给B B答付A收到了没有 但是不在QQ上进行事实交易 Swift呢 并非只是为美元服务 它上面传递的信息呢 除了美元以外呢 还有欧元 日元 加元 澳元等主流货币 甚至还包括人民币 所以说呢 Swift呢 是国际金融体系重要的基础设施 每个银行都离不开它 但是Swift呢 只是传递信息 资金划播呢 要用到支付清算系统 在美国呢 所有的资金清算呢 都要通过CHIPS 叫做Cleaning House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 这个CHIPS 这个系统来清算 这个CHIPS的中文名字呢 叫做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 它是由私人公司来经营的 银行间的资金网纳非常的复杂 通过CHIPS呢 进行进额的清算 那么银行之间的交易是很频繁的 比如说以某一天为例 A银行向B银行支付了1亿元 那么B银行呢 向A银行呢支付了5000万 那么下班以后呢 这个CHIPS系统呢 会将两家银行的支付金额相抵消 那么AB银行之间呢 只需要发行一笔交易 也就是说A向B支付5000万 这个过程呢就叫做进额清算 那么清算过程呢 会涉及到银行非常多 所以每天的进额清算过程又很复杂 但是原理呢就是这样的哈 好 那么这个CHIPS系统呢 需要跟美联储的FedWire系统相连接 因为银行呢 在美联储开立了存款准备金账户 那么每天根据CHIPS系统的清算结果 这个FedWire系统呢 会调整各个银行的准备金账户金额 如果说某家银行的准备金额第一法律的要求 那么当天呢 要在同业拆借市场上借钱 借款的成本呢 就是大家说的美国联邦基金利率 如果借不到钱呢 就要向美联储申请再补贴 通常比基金利率要高一个BP 好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知道了 这个Swift CHIPS 还有FedFile 这三者呢 共同构成了美元的这个支付结算体系 这就是某种货币国际支付结算的标准模板 那么国际支付结算体系通常分两部分 一个呢 是国际社会共有的Swift 第二个呢 是各国主导的本国货币清算体系 比如说Swift加上中国的CIPS和CNAPS 这个CIPS呢 就类似于美国的CIPS 这个CNAPS呢 就类似于美国的FedWire 所以中国呢 是Swift加上CIPS加上CNAPS 那么这三者加起来呢 就构成了人民币的支付结算体系 大家知道了吧 也就是说美国呢 有三个叫Swift加Chips加FedFile 这三者呢 构成了美元的支付结算体系 那么中国呢 是Swift加上CIPS加上CNAPS 那么这三个呢 就是人民币的支付结算体系 那中国跟美国是不一样的 但是Swift呢 是公用的 并不属于某一个特定的国家 好 那么再讲讲制裁以反击 那很多媒体呢 会说美国把 用Swift的把伊朗和朝鲜封号了 这是事实 不过也只是伊朗的制裁计划的一部分 那么能够这么操作的前提呢 是这两个国家在全球贸易的体量 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美国呢 可以在中断贸易往来的基础上 中断两国的美元支付体系 因为这两个国家的体量太小了 那么2014年 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 美国和欧盟同时施压 Swift也没有采取行动 那为什么Swift没有把俄罗斯给踢出去呢 那么原因呢 是很简单的 就是俄罗斯的GDP呢 在全世界列第12名 那么制裁俄罗斯呢 会使Swift服务的国际金融机构的利益受损 那么现在假设美国要跟中国中断贸易往来 要求Swift把中国封号 那么这个Swift会听美国的吗 那显得不会 因为Swift是服务于全球银行业的 除了美国以外的其他的国家 那呢要以中国保持贸易往来 美国能做的是让Chips不利 不受理中资银行的业务 使我们无法用美元贸易 所以美国呢 是不能够要求Swift的把中国封号的 因为Swift不归他管 但是美国呢能管到什么呢 能管到Chips Chips呢可以不受理中资银行的业务 这个是美国能制裁的 它Swift的是管不了的 但是它能管Chips 使中国呢没办法用美元来贸易 那中国怎么办呢 中国其实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改用欧元来支付结算 因为欧元呢也是世界上的主流货币 那不用美元呢 我们可以用欧元来结算 这个也是可以的 像当年这个伊拉克的萨拉姆 他为了反对美国 他禁止用石油用美元结算 他用欧元来结算 那么这个也是可以的 那么第二个呢 是用中国自己的CIPS和CNAPS上 增加美元清算功能 相当于建立一个新的 跨境的美元结算体系 是在咱们自己的系统上 增加美元的功能 这是第二个选择 那么第三个呢 是在原来的CIPS和CNAPS的系统上 借机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也就是发行DCEP 当然这个我们知道 有Plus Token在帮忙 那么这是第三个方案 那么这三种方案呢 可以并行 可以同时用这三种一块来做 所以看到这个 看到这里呢 大家应该就明白了 只要我们中国以全世界保持贸易往来 美国单方面的制裁是行不通的 反而呢会对中国有利 因为中国有三个选择 不是一个选择 是三个选择 而且三个选择可以同时使用 这样美国就没有办法了 好我们做一个总结 第一支付结算和贸易往来密不可分 只要中国保持以全世界的贸易往来 任何人都不可能中断以中国的支付结算通道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Swift它是提供了通讯服务 在此基础上 美国的chips和fedfile系统 能告成了美元的支付结算体系 那么中国呢 有自己的CIPS和CNAPS系统 告成了人民币的支付结算体系 我们可以独立于美国 那么第三点 假如美国的CIPS chips和fedfile系统 不对中资银行开放 也就是对中国进行制裁 我们也有应对措施 我们可以用欧元来支付 或者是建立了新的美元支付体系 或者呢 就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也就是用DCEP 所以呢 我们是不怕美国进行制裁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好我们看看数据 我们币世界又报道了 1400万枚USDT转入BIN 2000万枚USDT转入火币 你看咱们plus的币每天都在很火焰 还有2854.5万枚USDT在位置前方间转移 又是plus的币在转移 好 另外呢 这个富爸爸穷爸爸的作者说 比特币一年轻人好比黄金一老年人 也就是说老年人呢 喜欢买黄金 那年轻人呢 喜欢买比特币 所以我们群里大家都随意年轻人 这个是这个未来的一个趋势 好 这个又是1300万枚USDT转入币安 你看见没有 这都是plus的币在活在活跃 好 2200万枚USDT从钱包转出 你看都很活跃 好 这里又写了 1300万枚比特币从位置钱包转入 好 我们今天再给大家留一个作业 那么今天呢 有群里的骗子呢 又在说了 哎呀 这个什么电报群的那个扣扣给我退币了 你看 这里有我的币 这个是我的冲币地址 你看这里 这个是转账记录 你看他确实是退出了两个 第一笔912枚 第二笔104枚 这912枚呢是退给我的 你看你看我的交易账单 看见没有 多了912个USDT 你看这就是他退给我的 你看他为什么退过912枚 就912个USDT呢 那是因为我原来付了很多钱 那么现在他退给我了 你看我这里记录 152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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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123456 我原来呢给这个地址呢 打了6次 每一次呢是152个USDT 那么现在呢 他退给我了 因为我打了嘛 他觉得太多了 所以他就退给我了 所以你看他退给我912个 你看说明了这个Coco是可靠的 是讲信用的 大家赶紧去给他们打币吧 你看这个骗子又跳出来了啊 那今天怎么来证明 他是说的是谎言的啊 今天我不说啊 我让子弹飞一会儿 你们如果觉得自己是黄埔军校的啊 你们自己去查 看看你们能不能戳穿他的谎言啊 那么明天呢 我再来公布答案啊 今天呢 你们今天就当一回黄埔军校 看看能不能毕业啊 你要能证明他说的是谎言 你就毕业了 你要证明治疗 你要证明不了 那就活该被骗啊 那没什么好说的啊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哈 谢谢大家 我是劳博士